你求什么药 龙气泄丹 噼里啪啦 名贵的茶壶和茶具散落一地 飞溅的茶杯碎片 滑破慕容兴兴的手臂 滚烫的茶水也在她的身上留下明显的烫伤红印 上官蓝封印的胸口剧烈起伏 光滑的鼻翼微微煽动 显露出内心的烦闷和焦躁 而紧闭的嘴唇则象征着火焰般焚烧的愤怒 正如上官前所说 每当上官蓝换上黑衣的时候 就是她最愤怒的时候 偏偏慕容兴兴还要往枪口上撞 慕容兴兴 我说过 任何来给消心雨求情的人 都不能踏入夜蓝店 你回去吧 青龙学院慕容兴兴 求女帝大人次要 慕容兴兴跪地不起 重复着刚才那句激怒上官蓝的话 一股恐怖的杀气 自上官蓝的体内进发 充斥整座大殿 粘稠的空气恨不得结冰一样 让人每一次呼吸 都会感到强烈的寒意 入侵五脏六腑 死丫头 你在挑战我的底线吗 慕容兴兴抬起毫无血色的脸 干瘪的嘴唇轻轻抖动 心雨伤得很重 暗黑血气的反噬 已经让她的左臂溃烂了 我能看到白骨 骨缝里还有蛆虫 上官蓝突然泄了气一样 怒火全无 听到慕容兴兴的描述 她的心里不是滋味 店外站着的那群人 都是为消心雨求情的 其实店内这个 看似不近人情的女人 比店外那些人 更心疼消心雨 上官蓝后退一步 跌坐在王座上 单手扶俄 只见用力按压酸痛的山根 她是龙国的女帝 她要顾全大局 如今 网上关于消心雨的负面新闻 可谓是铺天盖地 不知道有多少不怀好意的人 就等着消心雨犯错的这一天 短短一夜 夜兰殿的桌案上 堆满了弹劾消心雨的 纸质奏折 按照龙国律法 暗黑欲寿施必诛之 如果上官蓝公开包庇消心雨 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和舆论 一颗龙气血丹 确实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上官蓝也不是舍不得给 但她不想现在给 因为她在气头上 这次消心雨的表现 让她失望 必须给消心雨一个教训才行 母亲 上官浅冲了进来 看到慕容欣欣跪在地上 她赶忙过去搀扶 上官蓝的语气略有缓和 浅而把这丫头带出去 直接去黄科院 把伤养好再说 是 上官浅轻轻拉扯慕容欣欣的手臂 柔声细语 欣欣 你听我一句 咱们先好好养伤 我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好 我听浅浅解答 上官浅为之一愣 她本以为慕容欣欣会继续执拗下去 没想到 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在上官浅的搀扶 慕容欣欣去了黄科院的理疗室 夜深了 雨未停 夜蓝店门口 那些求情的人 都被黄城敬畏驱赶 店内 上官蓝眼神黯淡 一个人拎着酒壶 望着窗外的雨幕和闪电 她犯错了 就该罚 也好常常记性 这不是常理吗 况且 她只是我培养的一件衬手的戾气 只是比其他棋子 更高级一些的棋子罢了 可我 为什么要心疼她呢 上官蓝捂着自己的心口 陷入困惑的漩涡 如果不经历这件事 那么她就不会察觉 自己对待萧欣欣的感情 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从袖口里取出一只 散发着淡淡香气的木盒 里面装着仅剩一枚的龙气泄丹 这个女人比任何人都在意萧欣欣欣 妄忧城战场上 萧欣欣与鬼气断罪者 签订暗黑血气的一刹那 所有旁观者 只有震惊这一种情绪 唯独上官蓝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好 把这枚龙气血丹拿出来就萧欣欣了 爱身则欠 这烂摊子 到头来 还是我帮她擦屁股 真是上辈子欠她的 这些本该是父母对孩子做的事情 在上官蓝和萧欣欣的身上得到映照 平时那么沉稳睿智的萧欣欣 似乎也只会在上官蓝面前 才会下意识展现出孩子该有的叛逆 任性和倔强 凌晨一点 上官蓝吐出一口浑浊的气息 一把火烧掉所有弹劾萧欣欣的奏折 舒展揽腰 心情不好的她 让情霜背了一把伞 准备出去走走 可当上官蓝走出店外的瞬间 便停下了脚步 店外的台阶下 一个白发少女双膝跪地 雨水将她整个人尽透 慕容欣欣抬起眼帘 声音虚弱但很清晰 青龙学院慕容欣欣欣 求女帝大人赐药 上官蓝皱眉皱眉 你这丫头 与此同时 黄科院里聊事 上官蓝只是上了一个厕所 回来便看到空荡荡的病床 我就知道 一个人的性格 不可能变得这么快 上官蓝拿起伞 冲出黄科院 夜蓝垫前 疾风骤雨 雷鸣万寝 上官蓝撑着伞 站在台阶之上 俯视跪在水洼里的白发少女 慕容欣欣 你听好了 你跪到天亮 我也不会给你啊 情霜小声问道 女帝大人 散步的事情 没心情了 回店 上官蓝返回店里 一屁股坐在桌前 连喝两杯清茶浆火 凌晨两点 情霜 那丫头呢 还在店外跪着 凌晨三点 她怎么样了 跪着 哼 和那小子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都是绝驴 凌晨四点 女帝大人 慕容小姐晕倒了 去看看 上官蓝走出夜蓝店 一眼看到躺在水洼里的慕容猩猩 情霜 你去 上官蓝话音未落 满身泥泞的慕容猩猩爬了起来 保持跪地的姿势 青龙学院 慕容猩猩 求女帝大人赐药 哪怕已经晕倒 但只要听到上官蓝的脚步声 这个少女就会重新爬起 回店 上官蓝拂袖转身 一颗寒梅树下 上官潜撑着伞 远远注视着 跪在店前的慕容猩猩 她没有上前打扰或者阻止 她的眼里 只有羡慕和感伤 上官前笃定 如果换做自己 她也能为萧心语 做到这一步 但她空有这般坚定的念头 却没有一个合理的身份 她只是龙国公主而已 而慕容猩猩 才是萧心语唯一的挚爱 羽目之下 白发少女殿前跪 寒梅树下 龙国公主暗自伤 上官潜只能远远看着 她与慕容猩猩之间 隔了一个无法跨越的身份 凌晨五点 凌晨六点 语还在下 夜兰殿前 慕容猩猩跪地不起 从未间断 就在慕容猩猩的意识 将要陷入黑暗的时刻 一只手伸到她的面前 是上官兰的贴身侍女 秦霜 慕容小姐 去救萧大人吧 秦霜的手里 是一只木盒 上官兰是神一样的女人 但神也有心软的时候 她本想让萧心语 在牢里多受点苦 常常记性 但架不住慕容猩猩如此执着 此事过后 世人只要再提到 于大概如何形容 无意不会拿出同一首诗句来对账 白发少女殿前跪 只求一药救夫君 前前简 女帝大人丢龙气血丹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慢点跑 你膝盖不要了呀 脚踝会废掉的 冷冽的暴雨里 两个少女一前一后奔跑 上官浅撑着伞 全力追逐身前的慕容猩猩 她怎么也想不通 慕容猩猩在滴水未尽 伤势未遇的情况下 还能跑出非人类的速度 慕容猩猩 把装有龙气血丹的小木盒 紧紧抱在怀里 她可以浑身湿透 但要不行 从夜兰殿到地魂寺的距离 并不遥远 但对于慕容猩猩 快要垮掉的身体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她在雨中疯狂奔跑 中途还摔了一跤 本就红肿的膝盖 现在呈现开放式的伤口 鲜血染红附近的一片水洼 猩猩 你的腿不能再跑了 我背你 不用 我还能行 看着慕容猩猩一蹶一拐的背影 上官浅内心的情绪何其复杂 情敌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完美无暇的情敌 上官浅 不论从任何角度去看 都无法否认 慕容猩猩是这个世界上 最配得上消心雨的人 挫败感 就像天空传来的一声声雷鸣 不断撞击上官浅的耳膜 让她恢复清醒 这一刻 她只敢把自己的情愫 藏在心房的最深处 并且上了一把没有钥匙的锁 猩猩 等我一下 上官浅追上慕容猩猩的步伐 为她撑伞 地魂丝 死于大牢 慕容猩猩在上官浅的搀扶下 迈着亮枪的步伐 赶到大牢入口 上官浅鼻翼耸动 不禁皱眉道 怎么一股烧焦的味道 失火了 快救火 来人 来人之源 地魂丝死于大牢 莫名失火 浓烟之中 灰头土脸的狱卒们 惊慌失色 被关押在牢房里的犯人们 哀嚎连天 星雨 星雨 听到就应我一声 萧星雨 没死就回去话啊 慕容猩猩和上官浅 穿过浓烟和火浪 进入死狱最底层 走廊尽头的牢房 就是关押萧星雨的牢房 就在这时 火焰之中 浮现一道挺拔的黑影 随着黑影越来越近 她的全貌 暴露在炙热的空气里 这是一个衣衫褛褛的少年 血红的双眼 散发邪魅的精芒 她的肌肤表面 凝聚一层赤黑色的鬼气护盾 将周围的火焰隔绝阵退 这一层鬼气护盾 慕容猩猩似曾相识 这是鬼气断罪者的鬼禅术 星雨 慕容猩猩来不及思考 直接冲了上去 整个人扑在萧星雨的怀里 滚烫的泪水 打湿那壮硕的胸襟 萧星雨抬起恐无有力的右臂 搂住怀中家人的娇躯 眼里流淌着深深的歉意 和自责的心疼 六斤 对不起 我这个总是惹麻烦的家伙 又一次让你担心了 我没事 对了 女帝大人刺了我一枚药 这是龙骑血丹 能帮你废除暗黑血气 慕容猩猩满心欢喜 但她还没来记得打开小木盒 就晕倒在萧星雨的怀里 她可是在夜兰殿前 跪了整整一夜 本就虚弱的身子 淋了一个通宵的暴雨 全靠顽强的意志支撑着 如今看到萧星雨苏醒 她的潜意识 放松了那根紧绷的心弦 自然陷入昏迷 上关前的眼眶泛起水雾 略微哽咽的声音 透着浓浓的怨气 萧星雨 星星为了给你求要 在夜兰殿外跪了一夜 昨夜的雨有多大 你应该能听到 嗯 我都听到了 萧星雨看着怀里的慕容猩猩 目光柔和而又深情 旋即她抬起头 朝着上关前微微弯腰 公主殿下 谢谢你 萧星雨能猜到 自己昏迷期间 上关前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尝试帮她 谢就不用了 既然醒了 就赶快服用龙气血淡 然后好好照顾猩猩 等等 上关前陡然正住 美眸撕裂一般抖动 她这才注意到 萧星雨的身体 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拧拧的左臂 萧星雨的左臂 比之前粗壮了数倍 皮肤被赤黑色的鬼火燃烧殆尽 骇人的血肉和骨骼 直接暴露在外 左手已经完全蜕变 化作一只猙獰的血红鬼爪 指缝之间 仿佛流淌着浓稠的岩浆 朝上挣腾着乌黑的鬼气 萧星雨抬起左手 掌心里睁开一只冰蓝的眼珠 眼珠一张一合 就像一个特殊的呼吸器官 瞳孔就像一枚昏戒的形状 公主殿下 你可曾听过 附魔西玉兽 附魔西玉兽 我想想 那不是沙玛帝国才有的 魔神之眼闪烁睿智的光芒 萧星雨的唇角微微上扬 他的名字叫鬼气之手 我第一只附魔西玉兽 上官浅满脸吃惊 他的注意力 全在萧星雨的左臂上 完全忽略了地上的影子 此时萧星雨的影子 与所有人不同 他的影子 呈现出梦幻般的飞红 就像一缕燃烧的火焰 飞红眼影加鬼气断罪者 等于鬼气之手 一切都在萧星雨的计算之内 可不止这一个目的 妄忧成百万亡魂的那笔账 必须有人付出代价 这不是萧星雨一个人的仇 是整个龙国的仇 萧星雨的目光 就像一把利剑 无视空间地形 剑锋直至英国那片 充满罪恶阴邪的土地 轰隆 烈火燃烧 走廊上方的横梁瞬间坍塌 就在横梁快要砸到上官浅的时候 鬼气之手 直接将其握住 萧星雨轻轻用力 燃烧的横梁化为积粉 单造的空气里 激荡着磅礴气 上官浅不停摇头 眼里溢出不可思议的异彩 真是让人无法相信 你只是一个四星御寿师 这就是附魔系御寿的特点 能够让御寿师 直接获得战斗力 从观感上看 这种御寿师 改变自身局部器官 或者肢体结构的力量 是九星御寿师的专属 萧星雨收敛灵力 鬼气之手逐渐退化 上官浅只是眨了眨眼 萧星雨的左臂 已经恢复正常 和右臂没有任何差别 鬼气之手的触发机制 和其他御寿一样 都可以通过灵力的波动 达到收放自如的效果 萧星雨提起一口气 额头展开一条金色裂缝 海灵族盛气 潮汐之眼开启 金色的水流 浇灭死欲的大火 海神形态的萧星雨 一头金发 气度不凡 身上没有一丝邪恶的气息 上官前感到无比诧异 忍不住问 暗黑血气的反噬 为什么对你无效 公主殿下 我体内没有暗黑血气 飞红眼影 早已将暗黑血气烧毁 萧星雨可不是什么暗黑预售师 她是身份背景 干干净净的黄科院黑职 没有违反龙国任何一条法律 午后雨停 一道彩虹划过黄城上方 领冬的气温 出现难得的回暖 夜兰殿 大殿之上 以谢中为首的黄城旧部 联合提议 向上官兰施压 女帝大人 现在关于萧大人的负面舆论 已经无法遏制了 甚至有留言声称 龙国女帝毫无底线 纵容木无王法的黄城新贵 天子犯法与民同罪 更何况是她萧星雨呢 不论身份背景 暗黑欲售师 必诛之 这是您亲自写入 龙国法典的条例 上官兰坐在王座上 闭目养神 懒得理会眼前的嘈杂 他比谁都清楚 这些恨不得立刻让萧星雨死的人 都是谢中的人 罗刹门看似彻底毁灭 谢中已经失去最大的仪仗 但他在黄城内 凭借龙国第一军士的身份 深耕人际关系多年 拿捏多人把柄 所以愿意为他干脑涂地的死忠步将 依旧不在少数 上官兰双眸紧闭 戴眉身臂 心里感慨万千 萧星雨啊萧星雨 看看你搞出的这些事端 到底该如何收尾 如果你没有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谢中一派 怎会抓住针对你的机会 现如今他们就像一群疯狗 盯着你唯一的污点狂咬 埋怨归埋怨 上官兰还是会为萧星雨擦屁股 今天关于萧星雨的事情 不要再提 我听得头都大了 上官兰态度明确 就是要故意避开 有关萧星雨的话题 殿内也没人敢跟她对着干 陷入一片沉默的死寂 女帝大人 您是在回避这个话题吗 谢中挺身而出 摆出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上官兰的眼里浮现杀气 谢君士 你到底想说什么 谢中又往前一步 一举一动狂飙演技 将国之忠臣的形象 演得入目三分 女帝大人 众人皆知 萧大人是龙国百年难遇的天才 也是宁罪 为器重的人才 我对这位年纪轻轻的少年 也颇有欣赏 话风一转 但是 他萧星雨 现在是一名暗黑玉寿师 是一名暗律当斩的死刑犯 您迟迟不做出最终的判罚 这让龙国万千子民怎么想 谢中发表完慷慨激昂的演讲 故意倾可两声 周围的人也跟着附和起来 谢大人言之有礼 女帝大人 现在全国各地的百姓 都在关注这件案子 必须要有一个说法呀 是啊 要给龙国所有子民一个交代 如果您魄力保住萧星雨 那咱们的龙国法典 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碰 你们今天所说的一切 就是为了逼我现在处死萧星雨是吗 上官兰怒拍桌案 目光冷立 声音犹如涂抹寒霜的长枪 直指所有人的喉咙 一头漆黑的麒麟神兽虚影 在上官兰的头顶上悬浮 散发出恐怖的戾气 大殿再次净若寒蝉 一般人谁敢招惹这种状态下的上官兰 即使女帝震怒 谢忠依旧选择硬钢 女帝大人 就算萧星雨是您的爱将 为了龙国大局考虑 还请您忍痛割爱 谢忠说完 扑通一声跪地 所有人陆续跪地 一口同声 还请女帝大人忍痛割爱 谢忠跪在地上 低垂着头 眼里难掩狂热的笑意 萧星雨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说起来 我也要好好感谢你 谁让你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才让我有机可乘 这一次 你除了死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谢忠内心兴奋不已 他认定 这次萧星雨 没有任何回旋翻盘的余地 上官兰 毕竟是龙国的统治者 就算他再怎么器重一个人 也不可能为了这个人 颠覆龙国律法 上官兰抿了一下性感的珠唇 眼波流转千岁 今天一早 慕容家的丫头 应该把龙气血丹 喂给那小子了 按时间推算 三天 三天后 药效完全发挥 就能彻底废除 他体内的暗黑血气 我只要拖延三天 此危机可减 这个女人独自面对群臣施压 孤身扛着全国上下的流言蜚语 他承受以及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萧星雨 上次能让他亲戚所有的男人 还是年轻的萧烈焰 由此可见 萧星雨倒是和萧烈焰 有了一点共同之处 秦霜突然走到上官兰的身边 低声道 有人求见 谁 萧大人 什么 萧 大 人 店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萧星雨率先走进夜兰店 身穿黄科院黑植的制服 帅气逼人 出现在大众视野的瞬间 就成为全场的焦点 在萧星雨的身后 是三位九星雨寿施 他们分别是海陆空三军的大将 慕容镜 白羽 和陆明霄 萧星雨走入店内 路过谢忠的身边 稍作停顿 谢忠愣了好久 他没想到萧星雨 还敢出现在夜兰店内 等他反应过来 一股疼痛袭击左脚 甚至有些发麻 低头一看 萧星雨那赠光瓦亮的皮靴 就那么简单粗暴地 踩在他的左脚脚背上 谢大人 好久不见 谢忠面皮抽搐 皮笑若不笑 萧大人 咱就是说 你是不是踩我脚了 萧星雨故意用力 恨不得将谢忠的脚掌 踩成一滩肉迷 站在谢忠一旁的同僚愤怒喝道 萧星雨 你一个死刑犯 夜兰店上公然冒犯谢大人 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我是故意不小心的 你 萧星雨从这群谢忠同党的身边走过 气场压制 没人再敢多嘴一句 他的眼神仿佛在向世界宣告 我黄科院黑职 又杀回来了 上官兰用疑惑的眼神 看着眼前这个朝他微笑的少年 内心一旦激起千层浪 萧星雨 你现在 女帝大人 我有罪 我让你为我担心了 萧星雨跪地行礼 脸色严肃 认真表达歉意 上官兰此前积累的怨气 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因为他发现 萧星雨的身上 没有一丝暗黑血气的邪恶气息 萧大人 你现在可是暗黑玉兽师 地魂丝死玉 才是你该呆的地方 谢忠冷声喝道 萧星雨淡然一笑 敢问谢大人 诽谤罪如何论处 谁诽谤了 你 我 你造谣 我是暗黑玉兽师 诽谤罪自然已经成立 夜兰殿再次归于沉寂 谢忠紧盯着萧星雨 神情自若的侧脸 不由得眉头紧锁 内心记着家伙的自信 到底哪来的 暗黑血气一旦缔结 非玉兽师之死不能解除 哼哼 一定是虚张声势罢了 谢忠平复心中慌乱 他笃定 萧星雨没有解除暗黑血气 沉寂过后 有人提出质疑 萧大人 你说 你不是暗黑玉兽师 那么当初在忘忧城 与鬼系魔兽鬼气断罪者 递结暗黑血气的人谁是 是我 你这不是承认了吗 还敢狡辩 萧星雨气定神闲 笑盈盈看向质疑他的人 多说无意 我接受公开检测 萧星雨的态度 让上官兰不得不做出决定 把他私人医生请过来 不客 一个容貌清秀的女子 拎着医药箱走进夜兰店 他身穿一袭改良版的梨花旗袍 身段轻盈纤细 气质如蓝 看起来若不经风 却散发出一般令人无法着透的气息 这是上官兰的私人医生 剥脸 萧星雨知道他的履历 在担任上官兰的私人医生之前 他是空军 总部的王牌军医 然而 琉璃最出名的代表作 却并非发生在空军总部的空岛 他曾为心脏坏死的林北璇 更换了一颗机械心脏 林北璇因此死里逃生 创造玄机科技 才有了现在的灵王 这 才是琉璃最出名的代表作 琉璃前辈 拜托了 萧大人 放轻松 琉璃打开医药箱 取出一只小巧玲珑的设备 设备一端的吸盘 贴附在萧星雨的右手手背上 也就是预售文章的位置 设备的另一端 是一台手机屏幕大小的显示器 大电一片安静 在场的不论是人是鬼 都在议论纷纷 期待着检测的最终结果 片刻过后 设备发出嘀嘀声 琉璃用平静的语气公布数据 数据显示 血液内邪性因子含量为0暗黑细胞 预制为0 预售文章污浊程度为0 琉璃公布所有详细数据后 看向上官栏 女帝大人 根据系统性的检测 可以确定 萧大人体内没有暗黑血气 这代表着 她不是一名暗黑预售师 协助 琉璃贤者 你的设备是不是出故障了 萧星宇怎么可能不是暗黑预售师 在龙国境内 被尊称为贤者的 只有琉璃 贤者 是预售医生这个职业 最顶尖的称号 谢大人 你在质疑我 还是质疑玄机科技 琉璃手中的检测设备 明确标有玄机科技的标志 谢中一时语色 不论是琉璃 还是玄机科技 她都没资格质疑 因为背后撑腰的 都是上官栏 上官栏也愣了一下 她想不通萧星宇 是如何做到的 毕竟龙气血单服用后 完全发挥药效 起码需要三天 愣神过后 上官栏顺势而为 谢君师 检测结果 你也看到了 萧星宇不是暗黑预售师 说起来 我倒要追究你的诽谤罪了 谢中低头不语 汗流加倍 不可能 明明签订了暗黑血气 怎么可能检测不出来 萧星宇 不论你用什么幻术 接下来 我都要让你原形毕露 砰 一声闷响 众目睽睽之下 谢中莫名其妙 用脑袋撞击一旁的盘龙立柱 脑袋破皮 血流不止 谢中站稳身形 露出诡异的微笑 发缝里溢出的鲜血 顺着鼻梁滑落 正好露过上扬的唇角 滴答滴答滴答 龙国第一军师 血剑夜兰电 萧星宇瞥了一眼 露出细血的神色 她知道谢中此举的意图 通常来说 检测暗黑预售师 最快的办法 就是利用玄机科技的 扫黑测量仪 但在这款科技产品 推出之前 审讯常用的老旧手段 就是血测法 暗黑预售师 因为体内蕴含暗黑血气 所以需要吸食人类鲜血 才能供养这份血气 换言之 没有一个暗黑预售师 能够拒绝新鲜的人类血液 大殿之上 血腥味开始疯狂弥漫 萧星宇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忍得住 谢中进入癫狂的状态 她可是好不容易 抓住萧星宇的死穴 怎能就此作罢 她心里清楚 罗刹门已抖 今天弄不死萧星宇 她往后的日子 只会更加艰难 不知过了多久 萧星宇依旧站在原地 用看傻逼的眼神 看着满头流血的谢中 谢大人 你流血了 我知道 萧大人 你还愣着干嘛 夸呀 夸什么 你渴了就别忍着呀 我不渴 不 你渴 我真不渴 我说 你渴你就渴 萧星宇 你别装了 你快来喝我的血 谢中情绪崩溃 她堵上一切 只为炸出萧星宇 是真正的暗黑玉兽师 但她却沦为全场唯一的小丑 萧星宇 你就是暗黑玉兽师 别忍了 我的血你随便喝 快喝啊 灵力涌动 鬼气之力震慑全场 萧星宇开启玉兽文章 左臂画作鬼气之手 在全场人的注视下 萧星宇释放鬼气之手 山非神志不清的谢中 十星玉兽师又何妨 不召唤玉兽的情况下 一百星玉兽师 都是凡人之躯 挨走同样回腾 是谢大人非要比我和他险 我这是正当防卫 不过说真的 像他这种变态的要求 我这辈子都没听过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鬼气之手上 这这是 附魔系玉兽 没错 就是附魔系玉兽 以玉兽师的某个器官 或者局部肢体作为容器 不对啊 附魔系玉兽 不是只有沙玛帝国那群野蛮的狂兽人 才能驾驭吗 沙玛帝国的玉兽师 其中一部分会为了变强 从而往自己的体内 植入魔兽细胞 植入魔兽细胞的玉兽师 因为基因排斥 存活率不足5% 在这个极低的概率下 还是有大批疯狂的沙玛人 选择一条路走到黑 存活的5% 就会完美融合魔兽细胞 肉身就会超越凡人的极限 肉身强度的提升 意味着可以成为 最适合附魔系玉兽寄生的容器 这也是四国中 只有沙玛帝国 能培养出众多附魔系玉兽师的原因 龙国可没有这种病态的文化 萧星宇显然也没有植入魔兽细胞 但他的左臂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确实成为了附魔系玉兽 鬼器之手的完美容器 谢忠被鬼器之手一巴掌扇形 他此刻意识到 自己才是真正的小丑 本以为忘忧城之战后的萧星宇 就是一块任人宰割的棉花 只有当谢忠一脚踢上去才知道 自己这是踢到铁板了 怎么会这样 这小子居然把鬼器断罪者 转化为附魔系玉兽 他究竟怎么做到的 糟糕 我好像中计了 萧星宇 真有你的 谢忠满头是血 躺在夜兰殿之上 他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面子比命重要 谢忠公然呈现如此丑态 尊严禁师 说严重点 只能换个星球生活了 不然会被人笑一辈子 上官兰露出一抹浅笑 发话道 来人 先把受伤的谢君师 扶下去养伤吧 还有 关于谢君师诽谤罪的事情 后续我会让地魂司的人跟进 处罚力度 严格遵守 上官兰一边补充 一边用柔和的眼神 望着萧星宇 多谢女帝大人主持公道 萧星宇行礼致谢 露出狡黠的笑容 用玩味的余光 扫过谢忠那张沧桑落寞的脸 此刻的谢忠失魂落魄 在几名侍卫的搀扶下 灰溜溜离开夜兰殿 踏出殿外的一刹那 谢忠回头看了一眼 双目血红 面部筋肉筋鸵抖动 心头涌上无尽的不甘和屈辱 他比谁都清楚 这一次离开夜兰殿 意味着谢家彻底走上穷途末路 罗刹门毁灭 本就对谢忠是巨大的打击 相当于羽翼禁断 再无底牌 这次他本以为 趁着萧星宇犯下死罪 打算打一盘翻身仗 却不曾料到是这个结局 其实谢忠这一环 也在萧星宇的计划之内 萧星宇深知 契约鬼弃断罪者 会让自己惹上必死之罪的麻烦 同时他也笃定 以谢忠如今破釜沉舟的处境 必定会趁机出手 果然事态的发展 全部按照萧星宇的预料来推进 这也导致谢忠 沦为皇城内最大的小丑 经此一事 皇城内那些 对谢忠言听计从的人 也会纷纷倒戈 不敢再与谢忠有任何瓜葛 如今的皇城 依旧是上官兰的天下 而谢忠曾经拥有的地位和待遇 已经转移到了 这位年轻气盛的黄科院黑植身上 上官兰清了清嗓子 目光冷立 扫尸大殿上那些 瑟瑟发抖的谢忠残党 如果我没记错 你们都是 为了弹劾萧星宇而来 现在呢 按照龙国法典 应该按诽谤罪 来谢忠残党 一群小丑 不不不 我不是来弹劾萧大人的 我是来恭喜萧大人的 我也是 对对对 我们是来恭喜萧大人 喜提御寿师 生涯第一支附魔系御寿 萧大人 这次来的匆忙 没带鹤脸 下次一定亲手 送到宁府上 至此 大殿之上 再无谢忠残党 谢忠苦心经营的人脉 就此土崩瓦解 此后 皇城之内 谁人见之 敢不尊称一声萧大人 萧星宇身后 海陆空三大将各执心思 慕容静 不愧是我的女婿 这种必死之局 都能逆风翻盘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这小的是真浪 白宇 这小家伙年纪尚浅 羽翼未封 却在短短半年时间 搞垮了曾经在皇城里 如日中天的谢忠 不简单 陆明霄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到这孩子脸上 那自信及巅峰的笑容 总会想起当年 有恩于我的萧前辈 拥有龙国第一军师头衔的 十星御寿师的谢忠 暂时退出夜兰殿 这座龙国最高权力的舞台 皇城上空的乌烟瘴气 也随之消散 萧星宇做了一个深呼吸 笑容满面 感觉空气都比以前 变得清新了许多 随即上官兰下令 让众人离开 只留下萧星宇和三位大将 殿内陷入一片沉默 上官兰以慵懒的姿态 坐在王座上 长腿叠放 脚尖轻轻上挑 单手托着香腮 用深邃的目光 审视萧星宇 这小子龙之呼吸的修炼进度 我最清楚 就算加上潮汐之眼 可以大幅提升他的肉身强度 但也远远达不到 能够驾驭附魔戏御寿的程度 还有 他到底是如何废掉暗黑泄气 将鬼气断罪者 转化为储存在左臂中的鬼气之手 萧星宇的鬼气之手 疑点重重 毫无逻辑可言 上官兰想不通的地方 就是萧星宇 藏得最深的底牌 飞红眼影 附魔神器 它只是一具影子 但却如同萧星宇的分身 当飞红眼影发动 飞红附魔 可以将魔兽吞噬 并且附魔在萧星宇的体内的局部位置 比如左臂 同时 萧星宇不用承担全部的附魔附和 飞红眼影会替萧星宇 承受二分之一的附和 还能发动 净化炎火 烧毁暗黑血气 使得萧星宇 免受暗黑血气的反噬 这些一开始 萧星宇就计算好了 所以他敢进行极限操作 只要契约鬼气断罪者 就能让他一件多掉 此事虽然冒险 但收益甚高 值得去尝试 如今用事实说话 证明萧星宇的选择 就是最佳选择 上官兰盯着萧星宇看了很久 最后打破沉默 特意把你们留下来 是要商议一件正事 我手中这封信 是英国的外交使馆发来的哀悼信 你们可以看一看 萧星宇浏览信的内容 眼里燃起复仇的怒火 同时也露出意料之中的表情 果不其然 忘忧成的阴谋败露后 英国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撇清干系 信中表达的内容很简单 英国的态度 看似是在表达 对忘忧成灾难的痛心和哀悼 但却用巧妙的方式 甩掉一切责任 对忘忧成进行图成的 兽黄体魔兽 千面般若 以及暗中阻挠地魂之源 并且残忍杀害 在多名白银祭司的 兽神体欲藻前 显然都是九阶骤灵术士 才能操控的高阶魔兽 英国只有三位九阶骤灵术士 这道题 原本是罪犯三选一的简单题目 英国理应亲手交出 这三位九阶骤灵术士 给龙国帝魂司进行审讯 但这个阴暗狡诈的国度 却使了一个下三滥的阴招 信中明确指出 骤灵神社的三大九阶骤灵术士之一 冲田一佐 在几个月前背叛英国 不知所踪 英国的意思很直白 他们认为 冲田一佐 就是龙国该找的凶手 但他们不会帮忙找 因为冲田一佐 已经被开除英国国籍 与英国毫不相干 这么一来 网忧城和帝魂的遭遇和伤亡 就与英国完全撇开关系 信你们也看完了 有什么想说的 上官兰扫视眼前的三位大将 以及萧新宇 慕容镜怒目圆瞪 愤恨道 这狗日的樱花人 又要这种不入流的樱招 老子真想一炮轰了 那片弹丸之地 白鱼保持冷静 神色严肃 我们都清楚 冲田一佐 不可能背叛英国 也不可能失踪 他只是躲了起来 等到风头一过 他换个身份 就能返回骤灵神社 继续做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是国仇 妄忧城百万亡魂 还有城主断廷申 需要我们替他们讨回公道 上官兰威点禽手 目光在三位大将脸上 一扫而过 你们认为 该以什么样的方式 讨回公道 三大将面面相去 需要时间商议 萧行宇不等了 往前迈了一步 脱口出 一个字 打 上官兰挑了一下眉头 萧大人 你要以什么理由打 军事演习 演习过于激烈 不小心打穿了樱花群岛 这不过分吧 萧行宇眼里 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左臂内的鬼气之手 蠢蠢欲动 军事演习 这个理由好 慕容静第一个站出来赞同 同时发起请示 女帝大人 平日里 我们海军进行军事演习 通常不会越过魔兽海峡 根本不够施展拳脚 这次不妨来一次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直接越过魔兽海峡 顺便灭掉樱花群岛 白宇笑着分析 灭掉樱花群岛 那么英国的海域资源 就归我们龙国了 陆明萧点了点头 李信说道 萧大人提出的建议 无疑是为忘忧成 百万亡魂 讨回公道的最佳方式 上官兰稍作沉吟 旋即起身 衣袖轻轻一挥 目光锐利而又霸气 英国那些诡计多端的老不死 总以为隔着魔兽海峡 自己就是安全的 这次他们敢暗中 回我忘忧成 下次就敢得寸进尺 三将听令 明日起 你们率领龙国三军 越过魔兽海峡 开启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要多热闹就有多热闹 直至称霸英国的全部海域 灭掉樱花群岛 犯我龙国者 虽远必诛 上官兰的怒吓 点燃龙国的复仇火焰 海陆空三大将单膝跪地 领命备战 女帝大人 我也要参加这次的军事演习 上官兰这次没有 直接拒绝萧星宇 而是问道 给我一个能够说服我的理由 我可以找到九阶骤灵术士 冲田一佐 萧星宇 于不惊人死不休 上官兰露出半信半疑的目光 紧盯着胸有成竹的萧星宇 灵力波动 欲受文章开启 萧星子再次释放鬼气之手 鬼气之手的掌心 是一颗蓝色的眼珠 瞳孔里有一道裂痕 类似石中的指针 指向沙马帝国的方向 上官兰私存片刻 恍然顿悟 难怪 你当初那么执着 与鬼气断罪者牵定血气 现在看来 倒是我目光狭隘了 正如您所说 犯我龙国者 虽远必诛 不论那个冲田一佐 躲到天涯海角 我都能找到他 他必须以死谢罪 运筹帷幄 智绝天下 算无一策 这些都是用来形容 智囊军师的词汇 全部与萧兴宇完美契合 谢忠黯然退场 萧兴宇就是 新晋的龙国第一军师 我宣布 黄科院黑职萧兴宇 担任本次军事演习的 总指挥官 三位将军 希望你们能够 好好配合他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军事演习的具体时间 一定就在明日午时 三位大将先一步 离开夜兰殿 回去集结各自的军队 连夜进行筹备工作 萧兴宇独自一人 留了下来 情霜也失去离开 店内只剩下他和上官兰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无言 气氛有些尴尬 两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刚经历过争吵的母子 谁也不知道 该如何开口 去化解彼此之间的隔阂 上官兰忍不住了 故作平静道 如果没有什么事 你也退下吧 女帝大人 对不起 萧兴宇把腰弯到最低 用真诚的声音道歉 其实从萧兴宇 刚才的一系列表现看 上官兰已经不生气了 他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对萧兴宇不够信任 或者说 他还是低估了 萧兴宇的强大 你不用道歉了 是我考虑不如你周全 现在看来 你契约鬼气断罪者 是对的选择 萧兴宇摇摇头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 上官兰疑惑不解 你想说哪件事 打算跟我翻以前的旧账 我记性不好 不想翻旧账 不是旧账 就是忘忧城之战 我在契约鬼气断罪者之前 我 萧兴宇尴尬挠头 战红了脸 局促的样子 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和刚才那个戏耍卸中的黄克苑 黑直判若两人 有话直说 我最烦吞吞吐吐 我我当时 萧兴宇低下头 不敢看上官兰 我当时情急之下 直呼了您的名讳 上官兰被勾起回忆 表情呆滞 忘忧城的战场上 萧兴宇与上官兰吵架的时候 确实直接喊了一次上官兰 有一说一 这可是对龙国统治者的大不敬 换作任何人都是难逃一死的罪行 与你我初见识相比 你小子的胆 确实比之前肥多了 你可知按照龙国律法 你直呼我的名讳 和你堕落成暗黑玉兽师一样 都是死罪吗 萧兴宇点点头 突然抬眸 灼热的目光 直视上官兰绝美的脸蛋 不知道为什么 和您接触久了 我好像变得 说出来 我好像变得有恃无恐吗 借谁的事 您 这一刻 上官兰那颗坚硬如石头的心脏 似乎被打开一处最柔软的洞穴 一股蕴含特殊情感的暖流 钻入洞穴 滋润他那贫瘠已久的心田 萧兴自想要表达的东西 上官兰听明白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 萧兴宇就像一个 恃宠而骄的叛逆少年 他知道他宠他 他也知道 被宠的孩子容易调皮任性 这是孩子的天性 这种关系下 两人就算吵架 又怎会有隔夜仇 萧兴宇 我问你 在你眼里 我们只是君臣关系吗 萧兴宇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 说出肺腑之言 我们是君臣关系 但我总觉得不全是 您会去我家吃饭 您会教我龙之呼吸 您会在很多选择中偏袒我 我是个孤儿 您对我的关怀 会让我联想 萧兴宇没有说完 上官兰大为触动 他也无法解释 自己对萧兴宇的情感 一开始的初见 他忌惮他心怀鬼胎 时刻警记着 半君如半虎的警示 他利用他 只想把他培养成 供自己驱使的高级棋子 和杀人戾气 直到今天 一切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两人对待彼此的态度 都已经回不到从前 萧兴宇 如果你的母亲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你一定是他的骄傲 骄傲 希望他还活着 我很想见到他 希望你希望成真 希希 借您急言啊 韩风扶过夜兰殿 少年与女帝对视 定格的一刹 便是一副世界名画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死的间隙 而是你每天见到的人 其实就是你最想找到的那个人 一场龙王戒 血脉断裂时 断掉的血脉 如何重塑相连 是少年需要去找寻的答案 深夜幽静 红伟归丽的皇城 沐浴在冷月滑光之中 树影凄凉 灯光昏黄 地魂的白银祭司们 就像黑夜中的刺客 长阳在凛冽寒风 身影拉得无比修长 新春佳节来临之前 一道道暗流正在涌动 黄科院 大厅里人影携手 只剩下一部分职业般的守卫 三楼走廊镜头 是一间由杂物室 临时改造的实验室 萧欣宇穿着黑直的制服 正在研究打造全新的 SSS级剑型摩倒器 在望幽城战役中 圣女药天使 弗雷亚的悬要剑 断裂废弃 此时实验室的操控台上 陈列着一柄 散发着紫黑色雾气的长剑 透如琉璃的剑身上 恶鬼骤印若隐若现 锋利的剑刃周围 激荡着浓郁的鬼气连衣 时而凝聚成一张张虚无的鬼脸 这是受亡体鬼系魔兽 夜所使用的鬼气 鬼切之剑 萧欣宇把他从战场上 带回来的目的 就是以他为核心材料 为弗雷亚打造新的摩倒器 魔神之眼开启 萧欣宇的手 从鬼切之剑表面扶过 数据分析报告映入眼帘 鬼气名称 鬼切之剑 鬼气品质 鬼王级 预期改造目标 SSS级剑型摩倒器 改造所需材料 纳米外包金属 裂变合金 活性度大于120%的神域细胞群 兽黄体魔兽几股 重生机械之血 萧欣宇面露难色 单手捏着下巴 只能惆怅叹气 魔神之眼 是具有强大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外挂 然而 黄科院实验室的条件 远远达不到 将这些想象力和创造力 转化为现实的程度 实在不行 只能退而求其策 萧欣宇小声碎碎念 但仍然心有不甘 他想为弗雷亚 打造一把完美的 剑形魔导器 如果只是将久 还不如放弃这件事 门外传来脚步声 孟充光通过指纹识别 走进实验室大门 手里拎着一盒 热腾腾的馄饨 他的大衣上 沾染了脏兮兮的迷腻 欣宇 先别忙了 吃饭吧 孟老 馄饨哪来的 这个时间 别说一楼食堂关门了 就连看门狗都睡了 我只能去城外的芙蓉街 买了一碗西湖畔的鲜肉馄饨 肖兴宇两眼放光 口水差点掉了一地 西湖畔 那可是全龙国 最好吃的馄饨店 那么远的路 孟老你 孟崇光尴尬善笑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我一把老骨头了 身体真不行了 跑两步就摔了一脚 肖兴宇心里一暖 孟崇光身为黄科院的院长 不仅是他的贵人 也总是把他当成亲孙子来照顾 孟老 谢谢 你小子 跟我客气什么 快吃吧 驮了就不好吃了 孟崇光亲眼看着肖兴宇 吃光一碗馄饨 脸上洋溢着慈祥的微笑 在他眼里 这个青涩的少年 就是未来的黄科院院长 为了早一点 一边钓鱼一边领退休金 孟崇光打心眼里 希望肖兴宇加快成长 继承他的一波 吃过夜宵 肖兴宇再次投入研究当中 孟老 咱们黄科院 有那米外包金属吗 辣米外包金属 你是说出自玄机科技的裂变合金 肖兴宇满怀期待点头 没有 肖兴宇的笑容变得僵硬 孟崇光无奈苦笑 裂变合金 是玄机科技最强的 三大智能金属之一 自从小林子离开黄科院后 黄科院的仓库里 哪还有这种级别规格的金属 曾经孟崇光多次表示 黄科院最大的财富 不是那些尖端设备和技术 而是黑直领北玄 自从领北玄离开黄科院 黄科院锻造魔导器的水平 就一落千丈了 孟老 这么晚了 你还提到我 看来是想我了 实验室的门缓缓拉开 一个优雅俊朗的中年男子 走了进来 林前辈 肖兴宇喜上眉梢 笑意见胜的脸上流露狂热 在肖兴宇的眼里 撑得上偶像的大佬 一只手鼠地过来 林北玄绝对算其中之一 这是龙国最神奇的男人 他没有一丝灵力 全靠一手缔造的玄机科技 成为守护东龙脉的灵王 关于这个男人的故事 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肖兴宇是现任黑直 而林北玄是上一任黑直 加上这层关系 使得肖兴宇对这位前辈 更加崇拜 小林子 你怎么来了 孟重光笑得合不拢嘴 他最喜爱的两个人 此刻都在他的身边 孟老 我来找肖大人 肖兴宇赶紧摆手 不不不 别叫我肖大人 您是我前辈 直接叫我兴宇吧 那好吧 兴宇 林前辈找我什么事 林北玄直入主题 明天樱花群岛海域的军事演习 对你来说有一定的风险 女帝大人特意嘱咐我 让我来给你送一样东西 林北玄从怀里 取出一只黑色的智能手环 递给肖兴宇 这是什么 戴上你就知道了 肖兴宇乖乖戴上手环 瞬息之间 手环散发诡异的幽光 一道AI美女的声音 传入肖兴宇的耳朵 肖大人 您好 我是玄机科技的总管家 索菲 肖兴宇新潮澎湃 激动到说话街吧 林林前辈 这这是玄机科技的王牌产品 至高智能体 索菲 林北玄微笑点头 而后吩咐到 索菲 把海神 波赛东的授权 暂时交给兴宇 授权期限为 军事演习结束 一旁的孟重光目露震惊 试探性问道 海神 波赛东 小林子 这该不会是你 今年最新研发那只 苍龙形机械鱼兽吧 是的 孟老 孟重光抿了抿干涩的嘴唇 伸出大拇指 肖兴宇沉浸在兴奋中 无法自拔 林北玄抬起右手 搭在肖兴宇的左肩上 兴宇 女帝大人交代我的事情 我已经完成了 我在这里 提前预祝你这位总指挥官 军事演习圆满成功 肖兴宇心里知道 上官兰太宠他了 就因为怕他在军事演习中 出现任何意外 所以才托林北玄 来送现实外挂 海神 波赛东 将会是肖兴宇驱使的 第一只机械系御兽 同时 凌王林北玄 也会将他领入 机械世界的大门 正式办完 兴宇 你这是打算 利用这柄鬼王级的鬼器 改造魔导器 肖兴宇点头回答 嗯嗯 只可惜材料不够 而且实验室太简陋了 无法满足我需要的技术供给 说说你的改造计划 或许我能为你提供一些帮助 肖兴宇愣住 抬眸盯着眼前的林北玄 目光发烫 要论锻造魔导器的能力 林北玄敢称龙国第二 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实验室里 肖兴宇在林北玄面前滔滔不绝 讲述着自己想要锻造魔导器的计划 单一形态的剑型魔导器 无法应对不同的战斗需求 很容易受到限制 我想将鬼切之剑 改造成双形态的魔导器 单剑形态 重量拉满 攻击拉满 暴击附加效果拉满 可以应对重型坦克类的魔兽 劈开敌方的前排肉盾 完成先手开团的重任 双剑形态 轻合快就是主题 利用神域细胞的活性 以及裂变合金的分裂性 可以将剑的重量大幅减轻 有效提升公诉评刺 灵活应对那些 对敏捷力要求极高的战局 林北璇副手而立 认真看着眼前 这个喋喋不休的少年 他细心发现 当萧兴宇讲述 如何如何改造魔导器的时候 眼里闪烁着常人没有人的光芒 这一缕光 不仅是狂热 更是热爱 萧兴宇勾起了林北璇的回忆 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在黄科院担任黑职的那段日子 他总是一个人 窝在十平米不到的实验室里 为了锻造一把心仪的魔导器 可以七天七夜不睡觉 熬到心脏骤停住院 苏醒的第一瞬间 他会紧紧拉住孟崇光的手 希望可以把病房当作 简易的实验室 继续做他最热爱的科学研究 这一份热爱 造就了如今的机械之神林北璇 世人皆知 龙国科技 碾压群雄 实则 龙国科技的核心 就是玄机科技 是林北璇 将龙国科技 推上了世界之巅 缔造机械御寿军团的神话 星宇 你的计划我很感兴趣 不得不说 你在改造魔导器的领域 极具想象力 让我耳目一新 所以我决定 萧星宇眨巴着大眼睛 不知道林北璇要干什么 我决定 送你一样礼物 这不好吧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礼 萧星宇嘴上不好意思 实在心里乐开了话 这就像过年收押岁前的孩子一样 再怎么扭捏腼腆 也不耽误将红包揣进兜里的速度 一旁的孟崇光 好似一个老顽童 一脸好奇兮兮 小林子 你要送星宇什么礼物 说出来就不是惊喜了 星宇 且随我来 萧星宇和孟崇光一起 跟在林北璇的后面 乘坐电梯来到地下三层 走廊尽头 是一堵光秃秃的墙壁 小林子 你带我们来这里干嘛 去地下四层 林北璇这句话 让孟崇光一头雾水 地下四层 小林子 你是不是糊涂了 咱们黄科院从建立之初到现在 只有地下三层 哪有地下四层 孟老 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我 林北璇的嘴角轻轻上扬 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索飞 红魔授权 光秃秃的墙壁 突然化作一道光幕 呈现出真实的模样 这根本不是一堵墙 而是一道智能电梯门 幻术 可以欺骗人的肉眼 光障技术 同样可以做到 电梯门一旁的检测仪 射出一道光线 扫描林北璇左眼的红魔 红魔授权成功 电梯门打开 三人一起乘坐电梯 来到地下四层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萧欣宇的眼前豁然开朗 这是一间巨大的实验室 中间有一台 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实验台 悬挂半空的 全息投影屏幕自动开启 显示出悬机科技的尊贵标志 角落里 全是一体化的透明实验舱 里面有完工或者未完工的磨导器 以及机械系预售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一头霸气侧落的 机械红莲哥斯拉 矗立在实验台的后方 就像守护神一样 装严肃母 林北璇的到来 唤醒了所有智能机器 空气里弥漫着咖啡豆的香气 不客 一只机械犬出现 头上拖着三杯新鲜出炉的咖啡 来到林北璇的身边 萧欣宇满脸羡慕和崇拜 梦崇光则是满脸震惊和猛逼 小小林子 这地下四层 到底怎么回事 林北璇摸了摸鼻头 轻笑着解释 当初我在这里担任黑职的时候 你有一段时间在家养病 对 我当时在家养了一年左右 就是那一年 我开辟了地下四层 悄悄打造了这间实验室 没跟任何人说 林北璇扭头看向萧欣宇 这间实验室 名为梦起实验室 萧欣宇不假思索 瞬间领会 寓意是梦想启航的地方 没错 这就是梦想启航的地方 也是玄机科技的开始 林北璇柔和的目光里 倒映着往日的回忆 他在这里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为玄机科技夯实了基础 梦崇光环顾周围 看到墙壁上挂满了 形形色色的机械系玉兽设计图 这个老头也陷入回忆 浑浊的眼睛泛起水雾 小林子 这些设计图 一部分我还记得 那时候你年轻 总是一个人熬夜画图纸 然后拿到我办公室给我看 只可惜 那时候 咱们黄科院的科技水平 根本无法投入研发你画的图纸 林北璇抬起手 搂住孟崇光的肩膀 就像一个长大的孩子 搂着老去的父亲炫耀 孟老 今时不同往日 墙壁上这些图纸 我都已经让它们变成现实 萧欣宇仔细观察 她在左侧的墙壁上 看到了 后翼和 行天的设计图 这让她起了一身 鸡皮疙瘩 欣宇 你有什么感想 林前辈 您不愧是龙国的 机械系玉兽之父 然后呢 然后 我也想试试 林北璇突然提高音量 萧欣宇 这间梦起实验室 就是我送你的礼物 你可以在这里 尽情施展你的才华和想象 完成SSS 极建型磨岛器的改造 当然了 如果你对研发制造机械系玉兽有兴趣 请你纵情燃烧热爱 我期待你的处女座 这一刻 萧欣宇热血沸腾 她望着眼前的林北璇 两人身高明明不差多少 但她却感觉自己 站在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脚下 正常人 高山扬指 萧欣宇 我想翻山